宝贝 睡了吗 哇 好高啊 控测比刚刚的一号男嘉宾还要高 我觉得你现在厉害了 来高个男嘉宾 你没有什么压力了感觉 欢迎 你好你好 佳卓 好 老师好 介绍一下自己 好 大家好 老师们好 然后我叫佳卓 今年24岁 来自江苏南京 目前也是从事跟传媒有关的事情 佳卓声音好好听啊 对啊 也跟您比差很多 对对对对 我主要是靠那个外貌啊 我也是 四号听到你声音 整个人啊 就是呈现一种娇羞状 我觉得男嘉宾的声音挺好听的 是不是因为这一点 六号也是在跟五号 切切私语些什么 我们三个人都在说 男嘉宾的声音好好听 好好听 出了声了也见到真人了 来 红掌姐姐 突然觉得四号说很多 和以前的表现有点不太一样 对 对 是吧 那您是轻轻点一下他 啊 轻轻点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加州的友缘相见 第一印象分 请打分 跟你们说个好玩的事啊 四号偷偷偷的戴上脸镜赶紧瞟了两眼 然后偷偷的把眼镜肉摘了 但他选择在那种暗灯的情况下赶紧看一眼 然后赶紧摘掉 其实其实四号你是可以正大光明的看的 我跟你说这个镜头在最后播出的时候会被重复 然后慢放 然后呢 请量分 我们看到基本上分数都很高 但是我看到了在一众高分当中有一个女嘉宾当中的定于平均线的一个分数 二号 我打低分的原因是我直男扰腿 因为他说他是音控 我觉得我声音不是很好听 因为我朋友都说你平时仗着或者坐着别动 别动就可以嘴巴千万比较开口说话 因为他们觉得我声音与我的身材啊长相不是很符合 你自己觉得呢 也不符合 因为我现在说的是普通话 如果我说我们的俄桥话 你们是一句都听不懂的几乎 说两句说两句好想听 对啊 你跟着穿的多好 勤啊 再来一遍 你今天穿的多好看啊 哦对对对对 哇很厉害哎 上感情话一会 再再换一句 刚才我小姐一个啊 主持人长得特别像他班主任 刚才主持人说谁长得他 刚才她小姐妹说 主持人长得特别像他班主任 哦对 谁班主任这么好看 我二姐 说你长得像他们大学的一个老师 但是那个老师是整个大学最帅的一个 他说让我偷拍你 偷拍明个拍啊 这个他的声音真的好听啊 然后接下来是这样 呃家长这边的分数我们来看一看啊 有一些平均现象的 但是四号在表达了自己的喜欢之后 爸爸也给了一个特别高的分数 是吧叔叔啊 对小伙子 呃从身高和气质啊 嗯 呃 第一印象我们很好看 感觉很好 嗯 哎 行我们就继续聊一聊 呃 说了自己是声控 然后特别在意的是咬字是吧 怎么样的咬字是让你觉得舒服的 就其实像大家说那个盐控啊 什么的 他会有一个要求 比如说鼻子要怎么样 或者眼睛要怎么样 但是实际我一直以来挺奇怪的 就是我比较在意一个人的咬字发音 比如像陈一姐的这种咬字发音 我从小听到大家一直都特别的喜欢 啊 那这样六位女生都来到现场了 这他们的声音你也没全部听到 这样你先转过身去 单独从声音上给你一些刺激 好吧 好 哎呀 我们规定一个情境啊 好 什么情境 嗯 五个字 宝贝睡了吗 好不好 就这样一句发微信的感觉 然后让他来感觉一下 我们就不然顺序 你就看我的那个手势啊 我举到谁谁就说啊 对 好 来啊 我准备好 第一个声音 宝贝睡了吗 好 第二个声音是 宝贝睡了吗 睡了吗 第三个声音 宝贝睡了吗 下一个 宝贝睡了吗 下一个 宝贝睡了吗 哇 下一个 宝贝睡了吗 好 哎呀听上去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其实不想想说 他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声音 你听刚刚的感觉 你听刚刚的感觉 不是第几个大概 呃 倒数第二个吧 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二个是 你猜一猜 你猜一猜 倒数第二个 是 有可能是谁的声音 对 你再撞 我再跟他说一遍啊 好 来来来 好 来 一二三 宝贝睡了吗 呃 您可以再来一遍吧 哦 再来一遍 可能又不一样 宝贝睡了吗 再来一遍 哈哈 宝贝睡了吗 再来一个 最开始他觉得满意的那个声音 宝贝 睡了吗 好 都是同一个人 猜猜是几号 啊 我猜是五号 应该四号和六号 可能我都听过他们的发音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说一个 我没有听过的 你觉得是五号 你觉得这个声音比较符合他的外形 是吧 他刚刚的声音太多遍了 我不知道该符合哪个外形 来刚才是谁的声音 请执手 三号 这是声音的感觉 特别好啊 声音的魅力 对对对 蛮好的蛮好的 来我们我们之前要要聊聊这个 这个家长们应该很关心的事 就是你现在的工作状态 现在是在 我现在是在跟朋友 一起合开一家成员公司 两边当中呈现了 对 然后现在我们也是在拍一些商业片 嗯 也是年纪很轻 但是在创业了是吧 对 跟自己的朋友啊 什么的一起 多长时间了 两年了吧 快两年了 两年的时间 现在的规模怎么样 有 就是小有我们自己 就是愿意去 花很多心思去做的东西 也做出来了 一定说让别人可能 现在认可的一些 一些小东西 然后但是也一直在努力当中吧 稳步发展 有遇到什么觉得比较大的问题 或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嗯 可能大家因为也是刚刚 接触这种不同人的分工 刚刚从朋友啊 兄弟啊 然后变成这种上下级的关系 可能涉及到利益分配啊 或者涉及到东西的 谁去做 谁去制作啊 什么的 可能会有一些分工的这种麻烦 但是其实随着时间来 然后大家互相的体谅一下 也会慢慢的有这种 我们自己的磨合出来的这种分工啊 之类的 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感觉 就是声音特别好听的人呀 你很容易忽略他到底在讲什么 你就觉得这段话整个就 啊 听得好说好好听 然后就忘了他在说什么了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我再重复一遍 你大概 我大概也听懂了 就是 大概是什么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在努力中 有分工的问题是吧 上下级 哦 兄弟变成了上下级 对 你是上级还是下级 时上时下 可上可下 就是常常随着这个状态的不同变化 而产生变化 但我跟你说 但声音好听 其实也是能说出重点的 对 对吧 就是你刚刚不会是在批评他 说话没有重点吧 有重点 只是我真的是觉得 就是被吸引了 对 嗡嗡嗡嗡嗡 一阵就结束了 我就好好听 真的是一个大音箱的那种感觉 对 对于是在旁边的感觉 中国合伙人里面说 永远不要跟自己兄弟开公司 你觉得你们现在 只要往后走 兄弟感情会影响吗 我觉得不会影响吧 就我倒是希望 我们能早日遇到 就是我们因为钱太多 分工不均匀的那一天 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主要是钱太多 是吧 对 没错 未来的规划 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 不光是把住现在的客户 然后能发展更多的客户 然后有更多的项目 然后往像 包括电影啊等等 更高阶级的这种 技术的一些东西去发展 好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 第二段短片继续了解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吧 就是脾气性格比较好 可以做男生的好兄弟 可以做女生的好闺蜜 同时呢也可以在你 疲惫的时候做你的兴奋剂 在你开心的时候 做你的小蜜蜜 我会带你过生日的时候 滴滴地送上祝福 也会在你懒得下床的时候 直接把饭带到你的床边 她是一个在我眼中 非常想义气的 非常温柔 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乐于助人 很细心 很诚实 很可靠的一个男子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和睦的家庭 然后可能比较温和的性格 也是在家庭环境中养成的 我很羡慕他们的感情 因为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中 无论是跟双方买一份出差 每天晚上一定会打一个电话 这也让我非常的羡慕 同时呢 你们家只要是一般大小的事情 也都会一家三口在三桌上商量的解决 一般我这样的好脾气 经常会有人问我 说我们这样的脾气会不会吃亏啊 但是其实我运气比较比较好 就我身边的 因为是同事还是同事 一直以来我感觉 全部都是特别好的 短片看完了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人缘很好啊 就是好多朋友帮你站台 因为我们自从这个升级该晚之后 第二段短片啊 就是有朋友站台出现的 你好像是第一个嘉宾 是吗 对 因为之前就是有不同的呈现的形式 我还特地挑了一些比我不好看的 因为比我好看的不敢让他们想来 哎呀 好有心机啊 你看丝毫 好笑 好笑啊 笑的 笑点在哪里啊 我也说笑点很低的 因为人而异吧 你之前并没有这样 嗯 就是那你刚刚是因为什么笑呢 刚刚男嘉宾说 他专门挑比他银值低的 因为是怕他抢他风头 就他开这种小玩笑很击中你 是不是啊 我觉得他好可爱是不是 对对对 聊回的兄弟事情 都是你的大学的同学 嗯 还是创业的朋友 对都是我的大学同学 嗯 大学在宿舍里 你们几个关系怎么样 就很好 对就是那种 就是快赶上轻松地等那种关系 你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这个宿舍里 嗯 我平时承担一个比较 比较自由吧 就是比较 受人照顾 但是其他大家有需要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挺身而出 这样的一个性格 哎 我们俩角色挺像啊 是吗 我跟你讲 大学宿舍 比如说 不知道你们宿舍是不是这样 还有女生 一般会有这样的配置 一个学霸 一定会按时起床 按时去上课 我们学波音的时候 他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去练声 第二个一定有一个学渣 从来不怎么 想尽一切办法 能跳课就跳课 第三个一定是比较内向一点 你们 你们上不上课 和我都没什么关系 我有自己的爱好 我自己的生活节奏 还有一个就是 会哎呀 我今天是跟上课的人去呢 还是跟不上课的人去呢 在纠结 所以 你们女生宿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你们属于哪个类型呢 嗯 以前读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寝室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个学霸 然后我就是那个学渣 你就总说 咱们别去了吧 最后 对 结果呢 结果他没有不去 他去了我没去 剩下的人呢 剩下的人都去了呀 啊 就是你没有改变人家 剩下的人都是跟着学霸走了 对 这是好事啊 六号呢 第四个 就是 有时候鼓动学渣 学霸一起跳课 有时候鼓动学渣一起去上课 然后有时候带大家一起出去玩 对 就是他们想去哪 基本决定于 我想带他们去哪 这个角色其实非常关键 就在一个小团队里 他既不是要总出头的那个 也不是总跟在最后的 他会来回调解 是吧 嗯 我觉得六号确实具有这样的气质 有这个能力 但是说真的 你们聊了这些 我估计四号去心里想 这些我都不要听啊 我想听听你的情感故事 你之前有谈过恋爱吧 有 谈过几段 嗯 应该一段吧 一段到两段 不可能 一段是什么时候谈的 就大一到大四毕业吧 大一到大四 分手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原因吧 各方面的原因 对 主要可能还是不是一个地方 哦 你这四年的感情 有有很舍不得吗 还是说好分吗 就是就说分手了 就分了 其实分手也不是说 一个事情就能解决 就是一说分手就分手了 肯定是一段时间的积累下来 然后会有各种的不合适啊 或者会有各种的 就是一些小矛盾 然后留在那里 然后到最后可能 因为异地是一个 导火索吧 啊 算是一个爆发点吧 爆发点 嗯 然后就 就是主要就是问 更多的问题产生 是在异地之后发生的 是吧 对 因为更多的问题 应该是产生问题 没有办法及时解决 这是异地我觉得最大的 这是你觉得异地恋的问题 女生有过异地恋分手的吗 二号 二号 对 有过一段 然后 但是只谈了一个月 一个月不到 就分了 那分手的时候 会很好调整自己的状态吗 并没有 一个月就 那你需要多少时间 走出这段恋情的痛苦 三个月吧 两到三个月 谈了一个月 然后三个月来调整自己 对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嗯 跟那个是小学同学 嗯 然后 但是是中间隔了 呃 十年左右 没有沟通过 然后是在QQ空间 然后发说说梦 他就经常点 给你点赞 踩一踩 对 不 就点你说说的那个赞 然后就我先注意到了 然后我 然后我就主动了 然后呃 当时 可能他也一时冲动 答应了我吧 然后就 答应了你 是你主动 对啊 哦 嗯 然后大概聊了 就是呃 像我去 像我朋友都说你这都不算谈恋爱 但我觉得还是算吧 然后聊了大概十五二十天的时候就闹了小别扭 然后再拖 拖了个十天 凑一个月吧 然后就分了 然后我被甩了 就痛苦了啊 我觉得二号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他真的就是 特别诚实 就是就是说的所有东西 他不会美化自己 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就包括你看说这个感情的部分 就特别爽快 对 就这样 就这么回事 是吧 啊 再回到你身上 说说 他两三个月的时间来修复自己一个月的爱情 你这个四年的爱情 因为异地分手 你需要调整自己吗 需要调整自己吧 看就这个调整定义是什么 比如说他说三个月的时间走出来 很难过嘛 就是很不舍 或者开始不了下一段感情 进入不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状态 其实这个倒不会 因为大家都比较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然后分手也不是一下子的事情 可能也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击 所以然后在分手之前啊 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种心理的承受 然后分手之后 身边的朋友可能很快就看出来 可能没有什么事情 不会让他们看出来有什么事情 但是就是 就你的意思 分完之后很快 朋友们觉得你都OK了 该玩就玩了 对 但是呢 但是其实就是心里没有必要去完全否定 也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走出来怎么样 它就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啊 我突然间看到四号叔叔举手了 之前一直没有笑 我特别喜欢看到叔叔一笑录八颗牙 在刚刚之前一直没看到牙 举手的原因是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啊 你是不是老南京人还是总体是外地的 总体是外地人 我外公就是南京的 就是男女人 男女人 是的 没错 我再一个问到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南京大学 建立学院 建立学院说 你介不介绍这个 我们这个女孩子学历问题 谈不上介意吧 就是大概会有一个框架 我觉得就跟我一样或者往上 然后但是也可以隐忍而已吧 没有什么特别去想过 叔叔您说学历是指四号吗 我们家学 我们家 你家儿子不是博士吗 我们家儿子是学历 因为我们家女儿呢 她是大专嘛 大专 她是这个 学学学学教育众业 我突然间叔叔这块特别可爱 你知道吗 她一直摸着裤子 一直 我发现她开始有了些许不自信 就是从之前的那种放出条件 到现在 你会慢慢觉得你介不介意 所以 她刚刚说了 其实没有那么介意 对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她没有觉得太大问题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的打分 请各位考虑 请打分 哇 奶奶拿出了十分 爸爸也拿了十分 剩下的基本是七分和八分 来 奶奶先说说看 刚上来就是看她颜值比较高 谢谢 奶奶就是在听到她 就是这些就是介绍吧 我觉得这小伙子蛮有善进心的 你看她现在有自己创业 我觉得关键是跟我们这个潮肉鱼比较配 因为她做的这个潮肉鱼 她现在也是在就是拍这些什么 就是拍赛啊什么东西的广告啊什么东西 以后我我觉得你们可以成为就是工作上的打扮吧 好的 奶奶年轻吗 啊 是奶奶啊 是 怎么夸夸奶奶啊 哦 奶奶真的很年轻 对 接下来是这样 这个洪晋姐您稍微沟通一下了啊 正好我靠得近我不要 对啊 对啊 来 既然奶奶不肯让位 这个爸爸也很坚决 这样今天给他们开个特例 就让他们一起上吧 好 这个绿色通道将迎来两位女生 就是我们的三号和四号请亮灯 好 接下来剩下的四位女生进入你们的考虑时间 请考虑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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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共有四位女生为你亮灯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的权利 原来是你 好 你喜不喜欢五月天 不喜欢 好的 那三号 如何看待异性闺蜜 异性闺蜜 异性闺蜜 弄 4号 好 我会直接换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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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想出一家的话 我们下次再来吃 好的 谢谢 好 时间到 一头一尾的问题都蛮有意思的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喜欢五月天吗 看来你自己是很喜欢五月天 是吧 对 我是十多年的五迷 五迷 五月天的歌迷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 一个预设的情景类的问题 对 没错 你出这道题的目的是什么 你先告诉大家 就是我经常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你出的主意 对 我出的主意 我组的局 对 对 没错 结果发现吃不上 结果发现吃不上 你想看一下女生们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 或者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 可能我会做到这种事 然后我们 我希望她能就是 我们非常开心去换一家 哪个答案是比较符合你的要求的 好像除了一号都是说可以换一家 没错 就是我希望能随心一点 一号是说我掉头我就走 这个提问的环节交流就到这里 接下来女生要做出决定了 通过刚才的交流 在四盏亮灯的女生里 只能保留一盏进入到最后的 原来是你环节 有请 究竟谁的灯会被保留呢 还剩下三号和四号 对 这两位 因为是奶奶爆灯的奶奶在鼓掌 哦 就是爆灯的两位 对啊 绿色通貌的 这个四号的爸爸和三号的奶奶 都以阴气的目光 三号 四号 哎呀呀 哎呀 好 好棒 哎呀 好 谢谢四号 那我们就 四号叔叔的心 哎呀 顿时 好 恭喜你进入了最终的选择 一起进入原来不晚 哎呀 这个场面稍微有那么点似曾相识 真的呢 在上一次的情况也是有一位男生啊 若鱼的奶奶突然比较满意 对 然后最后若鱼选择了没有转身啊 是 那次那个问题主要是出现在那个蚂蚁身上 嗯 是吧 奶奶 对 就是我觉得你们俩就是从外形上也比较般配啊 工作上也是差不多领域 就是 其实你一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有点内向 然后或者是可能比较被动的那一种 那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子吗 内向绝对谈不上 就是被动的话 就是被动 被动的话可能因为就是时间太短 我没有办法说直接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然后被动的话 我如果就是决定好的事情 我一般是非常重的 好吧 这个问题也问完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 最后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果 嗯 牵手相伴 原来不晚 一起转身 倒计时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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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